大学法第35条等学贷试法 大学法、高级、中学法、职业学校法、专科学校法 那么基本上我们非常的肯定我们林委员的用心 因为放宽就学贷款的条件 帮助想念书而没付不起学费的这些学生 是朝野的共识 我们希望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帮助 所以今天主席提出学贷试法的修正案 放宽及扩大学贷的各项的条件以及优惠 我们值得给予肯定 但是放宽及扩大学贷款的各项的条件 我们不一定要透过修法的方式 那么事实上教育部在今年2月份 便已经修订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 那么不但延长了还款期限为两倍 那么这个申请还缴的期限呢 也延为三年 贷款利率也在今年4月份降低到1.83% 那么另外教育部也提高了中低收入付学生 生活费这个每一个月的贷款金额分别为4000跟8000 再加上今年1月起 八大社福今天呢也同步调涨 这个生活补助由5000到5900 那么解决学费及生活费 两项问题上我们都大幅改进 所以呢 我想这个现行的法令架构下 那么透过行政面对的修订就足以 可以做到放宽及扩大 就学贷款的各项条件与优惠的目的 所以本席呢 以及我们几位委员呢 建议委员会 那么今天学贷事法的修法呢 我们只做这个答询 不进入实质的审查 那么希望这样子的意见 希望我们教育部能够将2月份刚刚颁定的 这个办法呢 能够实施一段期间 或者做一个学年以后呢 能够再来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那么以上的意见呢 希望各位委员呢 能够采纳同意 谢谢 好 有其他委员要 虽然 还要再讲吗 程序发言吗 好 来 林嘉朗委员